在疫情防控期间 静江市商务局与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合作 组织四家超市作为移动超市的供货商 抽调公交公司19辆公交车 每天向封闭式管理的小区运送生活必需品 超市的配送人员在把新鲜的蔬菜分类包装称重之后 有序地摆放到公交车上 居民们则有序排队逐一上车购买 这个车进来就可以避免我们外出 也可以减少交叉感染